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二由我和这个Jason为大家主持的美股富豪的这个节目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由于沃尔老师有事情,所以说就没能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继续的见面 明天沃尔老师会凯旋的归来,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市场 好,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一个盘式的总结 首先我们要看到美股的今天三大指数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这样一个走势 早上的欧洲股市的涨势非常漂亮 同时油价在经历过昨天的大幅下跌以后,今天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 因此的话大盘在开盘的时候涨势可以说是非常良好的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一度的上涨超过100点 对于最近的这样一个比较平淡的行情来说,这样的一个涨势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 但是在盘中的时候,大盘却出现了一个慢慢回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标普500指数最后也没有能够收上2190点 道指最后也只是微微涨了不到20点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就说明市场上的对上涨的信心还并不是非常的充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在临近这个收盘的时候,市场的信心指数VIX已经转正了 这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市场内部信心不足的问题 这也是大盘今天出现了高开低走这样的油墙变弱的趋势 此外呢,在大宗商品方面 首先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油价的问题 那么油价呢,在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弹 在昨天夜盘的时候,其实油价已经跌到了47美元下方 逼近了46.40美元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今天开盘以后,尤其是在美国这边呢 早上之后,油价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跳涨 直接冲上了48美元的这样一个位置 在中午收盘的时候呢,油价已经是站稳在48美元 然而在盘后啊,我们又看到了一条关于油价的利空消息 就是这个API的原油库存数据 这样一个库存数据显示这个美国的原油储量再次出现上升 那么盘后呢,油价再次出现了小幅下挫 而最近的这样油价的一个走势 可以说是让很多人都很难理解 连续涨了8天 然后在昨天大幅下挫 今天呢,又有一个非常明显幅度一个上升 大家都不太知道这样一个原因是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 其实呢,油价的波动呢 第一是受到了沙特他们这些产油国的一个产出的 产出需求的影响 另外一个呢,则跟美元走势息息相关 由于本周啊,会有这个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讲话 同时还要有一些其他国际重要官员的这样一个 关于这个未来的金融政策的一个宣讲 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全球都在屏息宁神等待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 市场上,尤其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一个令人难以理解走势 其实也就是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了 因为大家都拿不准 好,那么我们回来 那么今天的这个盘式啊,Jason 我们看到这个三大指数呢,还是继续的往上推动 昨天的话呢,三大指数呢,呈现出一个涨跌互线的 标普和道指呢,上小幅的下跌 纳达克指数呢,略收在平凡上方 整体上来讲的话呢,还算是令人比较满意吧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可以说继续往上推动 那么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昨天有说了哈 这个标普呢,还是要关注2190点 但是今天盘中的话呢,是突破了 但是呢,尾盘的时候又收回来了 那你对这个盘式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 咱们单说标普吧 标普的话呢,我觉得 目前的走势基本上是一个小幅攀升 小幅攀升,角度呢,可能会非常的缓 非常的缓,小幅攀升 这种态势的话呢,我想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日啊 可能会夹杂着什么一天两天的这种跌幅 然后再收回来,继续的小幅的攀升 这种态势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个股呢,可能说的这个 此起彼伏啊 这个,这这方唱罢 那一方登场 轮番的表演 就是各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 轮动,是的 标普,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态势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11月份以后 这个大选之后的这个走势 我们觉得从时间上 或者说是从上涨的幅度上 可能就要稍微的小心一些 小心一些,在那个时间 行,那么从这个三大指数的这个当中啊 像昨天的话 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这个指标 出现了这个恐慌 那么也是由于这个当天的这个盘势呢 可以说这个标普也是哈 本周开局的话呢 也就是短线上往下去寻求这个支撑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收复失地 然后呢又继续的往 短线上又继续往上去推动 但是呢没有突破昨天的一个2190点 那么对于明天的盘势 我觉得大家呢是最为关注的 那么我们所关注这个点位啊 就变成2192点了 所以说呢 只要一天这个上方的阻力呢 不被突破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阻力啊 每一天都是在变的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希望大家呢 继续的关注我们这个美股富豪的这个节目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把所抓住的一些 或者是我们认为比较关键的点位呢 跟大家呢进行分享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操作当中呢 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 这个指导性的一个操作吧 对 那对于今天的整个这个盘势 来讲的话呢 还算是不错 纳斯达克指数呢 继续的向上去推动 还是创出了新高来 是的 所以说呢 我们操作上还是啊 就是逢低继续的介入就是了 是 主要是找好了这个目标的股票 对对 目标的股票 那对于个股来讲的话呢 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你有没有跟大家呢 所要分享的 很多股票 手里有很多股票 我关注的这个有几个品种 但是呢 给大家一个 总体的一个概念吧 就是说 这个股票啊 你像是这种小盘股 秀真股啊 这个沃伦老师说的嫩魔股啊 这种股票的话呢 可能是当天的机会啊 抓进去 然后呢 走一波 拿拿百分之多少啊 三两天的行情最多 就结束掉了 但是绝大部分的股票呢 还是要这个 有一个战略性的眼光 或者说是有一个 技术性的指导 提前的进行一个布局 提前一个布局 我们这个在8月16号左右吧 开仓的一档 这个WATT 当时呢 是14块6毛钱 14块6毛钱 然后13块9毛钱呢 这个朱迪老师呢 也开了一仓 也开了一仓 今天的话呢 可能是想做一个 得税啊 降一样成本 但是呢 这个幅度不大 打了一毛钱的利润 就出局了 出局了 但是我跟大家 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呢 做这些股票啊 还是要提前的布局 提前的布局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拿到一个比较好的利润吧 像今天的话呢 这个WATT哈 有一个上工的动作 可能涨了10%吧 11的左右 那么我们可能就把这一部分 10%的利润拿到了 但是呢 前面呢 可能耗了我们三五天的状态 三五天的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做股票啊 这个持股的心态 因为买卖股票的话呢 你可能三秒钟五秒钟 就把这个动作就做完了啊 那么在买卖股票以外呢 有两项工作 需要大家呢 在这个石盘操作当中的 进行一个修炼啊 第一个呢 是说这个分析 分析什么理由 你持股的是一个什么理由 那么这个理由 如果没有被 这个改变的话呢 那么你就是要持股 要持股 这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另外呢 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持股或者持币的一个时间 是比较长的 如果说你碰到了一个牛市啊 买入了一只股票 可能其他的股会涨的比较多 像我们开仓的这个VU资源 到现在为止 可能有将近一个月左右啊 而且呢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成交价格以下在波动啊 以下在波动 但是呢 我们这个专业队伍 这个一直是持有啊 坚持看多 我们很多VIP朋友都说一直在问 这还行不行 这还可以不可以 我说没问题 我说没问题 这个WATT也是这种情况 只不过呢 WATT的时间呢 短一点三五天 对 所以说呢 这个VIP的朋友呢 可能这个耐心 好像还能坚持得住 VUZI的话呢 就好像反应更强烈一些 像其实我们操作股票来讲的话呢 对于我们就是说操作者 就是说来讲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态的一个控制 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学员啊 在这个盘中进行交流的时候呢 我们也只能感受得到这个手中的仓位或持股 随着这个市场的波动而进行波动 但是呢 学员的所反映出来的一些这个情绪 我们也能非常深深的感受得到 这个情绪化 你有没有说非常的好的方法 来跟大家呢 来进行一个分享 就是说 怎么把这个情绪化呢 降到这个最低 因为这一点的话呢 跟你的这个炒股的经验 和这个经验的总结 和你的持股成本 是息息相关的吧 如果你的炒股的经验非常多 那么真正的能做到手中有股 心中无股 能做到这种境界 那就是大师级别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呢 这个还没有修炼到这个程度 那么咱们就用一个最简便的 最简单的方法 这两天这个meet 大家呢 这个可能前一段时间关注的也比较的多 这两天的话呢 从八块钱用了两三天的时间 直接就打到了五块 这个盘中的话 还把五块钱破了 但是呢 我们这边的持股心态就非常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首先来说介入的位置 加仓的位置 减仓的位置 最后导致的就是我们的成本呢 直接就降低到这个负成本 负成本 就说完了 就是我们拿出了成本 也拿出了一部分利润 然后剩下的这一部分股票呢 就是利润当中的利润 在这当中持股 有的朋友就说 你还持股 这个股票应该在八块钱全部清掉 然后再回来之后再介入 那是一个好的交易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路 我们觉得呢 MIT从这个没有营收 然后呢 这个营收又变成正的 原来负的 现在是正的 后来呢 又被纳入了这个 2000的那种小盘股的指数吧 所以说呢 从公司的质地上呢 可能会有一些真正的改变 才能够达到这种水平 所以我们想呢 他如果能真正做到 这个行业的这个领头的状态 那股价上将来的某个时间 可能也会得到反应 对对对 所以说你的心态控制好了 成本控制好了 那你自然的就比较冷静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方法 对 像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不仅仅是针对我们这个VIP的学员 那么同时呢 这个休斯顿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他们也在这个第一时间呢 也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 像今天我们俩 吴尔老师他不在哈 我们俩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 比较新颖的东西 哎呀 新颖的东西就是你们尽快的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 因为我们的这个VIP的客户服务这一块的话呢 基本上是这个只要开盘时间 我们是这个实时的跟我们的会员进行那个沟通的 像我们所开仓的很多股票哈 都是说我们在开仓的第一时间呢 就在VIP当中呢 跟所有的VIP会员呢 这个分享 就说我们在什么价位 什么理由哈 然后呢 开仓了某只股票哈 所以说大家呢 如果对我们这个服务感兴趣 或者对咱们说的简单一点啊 对赚钱感兴趣 对啊 对赚钱感兴趣 咱们也别说的 多么高大上哈 你冲着基老师冲着杰森就来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真真正正的想在资本市场当中呢 咱们一夜小收啊 然后赚一点小钱 哪怕有的时候我觉得略微赔一点啊 对于我来说呢 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好像学一个技能 你总是要有一个过程 是吧 对 所以说呢 你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损失的比较小 就尽快的跟我们这个客服联系 联系 对对对 我们的热情电话呢 是1800958 8561 或者是这个加沃尔老师微信 是是是 跟沃尔老师说嗨 然后呢 管沃尔老师要红包 是的是的 沃尔老师微信呢 是沃伦王2016 对 那今天沃尔老师说不定 一回来以后 手机一有 一有网了 全部都叫红包了 是是 到时候沃尔老师也看了 我们到底在节目当中说什么了 到底说不说每个红包多少钱 这个大家自定啊 然后呢 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节目啊 也是啊 昨天我们跟这个大家已经说了 就是说 如果说有 这个想要分析一些个股的话 那么也希望呢 大家呢 可以在我们的VIP当中 因为我们有一个 这个十盘的一个VIP直播一个聊天室 是的是 那么从找盘到收盘 那么我们现在说路产机时间哈 那么从路产机时间早上 那么第一棒就是这个沃尔老师 是 沃尔老师呢 就是开局 给大家呢 就是 看一 讲一下这个盘前 这个盘中的事实上的 消息面的 消息面 还有一些各股的一些异动 那随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朱迪老师 是 朱迪老师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鲜肉啊 这个Bread 然后呢 就是 就是男女 男女混合 混搭 混搭 然后呢 就是那个Jason和朱迪 是 然后呢 最后一棒呢 就是我 对 对 然后呢 我们就准备收市了 收市以后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分析师啊 在这个 在线上啊 也是能可以在盘后呢 激低的回答 广大这个 投资朋友们的一些 这个问点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整个 这个VIP的氛围啊 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 也是受到了 大家非常好的一些 一致的一个评价吧 所以说呢 感兴趣的这个投资朋友 或者是 现在这个开车啊 该车这个 听我们这个 休斯顿电台的这个 这个投资者啊 可以 就是说 嗯 把车呢 停下来 对 一定要parking 一定要parking 在高速公路上靠边 然后停在中间 拿抽笔 然后写下 1800958 8561啊 或者是这个 加乌人老师微信 乌人王2016 是 嗯 跟我们这个客服呢 这个进行联系 看看我们最近的一个动态 是什么样的 是 那么我们 哪些 有哪些操作 我觉得我们近期的操作 虽然市场 比较平平淡淡 道指的话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连续将近一个半月 嗯 从周线图上都是十字星 是 高位的一个横向 高位的一个横向 这个整理 是 那么但是我们 所买的一些个股的话呢 都是出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行情 是 而且呢 从我们这个所关注到的一些个股的一些 一些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 还后期的这种趋势性行情啊 还会有 是的 所以说呢 我们仍然是对于整个这个市场 还是持有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是 是 对 然后呢 我们也无论是从这个小盘股也好 和这个蓝筹股也好 我们都会有进行一个相应的操作 那么 每个分析师呢 都有不同的一个特点 是的 对 那这个 让Jason老师呢 讲一下 他的操作是什么哪些特点 嗯 好的 我是 所有的股票呢 都关注 但是呢 我只打这个 有准备之仗 还是这句话 我看不懂的股票的话呢 我可能会离它稍微远一点 离它稍微远一点 比如说这两天的这个油啊 嗯 我可能在这个ETF上呢 做一些试水 嗯 做一些试水 但是仓位很轻 仓位很轻 确实看不懂 确实看不懂 今天盘后又 又瞬间又下跌 这个因为受消息面 影响还是比较大 很重 这个这个缘由 那么Jason老师呢 就口头语 就是喜欢横刀夺爱 是的 对横刀夺爱 话是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形态当中 去找到 是的 所以说呢 感兴趣的 想跟这个Jason老师 去横刀夺爱的 可以拨打 加入我们的这个 无人老师的微信 无人王2016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日线电话 1800-958-8561 跟我们的客户人员呢 进行一个资讯 南美老师 近期呢 竟买了些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大家可以关注 我希望大家呢 因为市场啊 还有一轮上涨 我不希望这个大家呢 就是错过 错过这个行情 因为整个来讲的话 应该是第五浪 开始趋近于疯狂 还没有疯狂的地步 还没有疯狂的地步 还没有 还没有 所以说呢 如果说等这个行情出现了 那你还想借入的话 我估计你可能会疯狂 对对对 这个那个时候呢 比较好进入的位置 可能就没有 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还是赶上这轮行情 或者是这轮趋势吧 趋势性行情 行 那么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一次老师 还有东西要补充的 没有了 祝大家呢 早日的在金融市场当中赚钱 好 那么祝大家投资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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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